大家好 今天我繼續討論2020年這份DSE MC第33條 Refer to the following chemical reaction H2O就會相佔了一個Equilibrium system 變成H正和OH負 其實這條式如果大家有做過Path paper 都知道在2015年的DSE 它是在一個long quack的題目考過大家 今年到2020年DSE 不知道是不是沒有東西考大家 就把那條long quack搬到MC 在這裏考 這個reaction的Delta H是大於0 是正常的 因為H2O的分解 Decomposition 其實Decomposition的Delta H 都會是大於0 大於0是什麼意思 其實代表反應是一個 Endofermic reaction Endofermic Endofermic 代表 它是absorbed energy absorbed energy 反應不斷進行的時候 它會從外面的 環境的環境 不斷吸引自己的能力 令外面的能力低了 所以外面的溫度就會下降 我的temperature就會下降 所以這個reaction 是Endofermic 其實如果 之前有看過Equilibrium 那些影片的同學都教過你的 如何去predictEquilibrium 如何去shift 方法其實不算太難 H2O現在 我不用Stay Simple 就會變成H正 和OH負 因為現在它是一個Endofermic reaction 是absorbed heat absorbed energy 所以我們可以當 Hit是真實存在的 然後它是一種reactant 因為reaction 會不斷地react 拿些熱入來 所以我們可以當Hit 是一種reactant 當然這個Hit是我們幻想下去的 方便大家去predictEquilibrium Position 的轉變 OK 之後我們就看了 The pH of a pure water sample is 7 at 25度 在25度的時候 pH是等於7的 哪一個Statement is or are correct when the sample have been heated to 50度 將溫度上升到50度 由25度 上升到50度的時候 究竟以下這三個Statement是哪個正確 首先 第一個 它就說the concentration of OH負 1乘10的-7次方 的molarity 這個Statement適不適合呢 首先我們要想一想 這個7代表什麼 pH是怎樣計的 pH的計法 是負Lot H正 如果跟你說現在pH是7 我想問H正的濃度會是多少呢 H正的濃度就會是10的-7次方 因為Lot的Base是10 有一個負在這裡 就會變成10的-7次方 所以H正的濃度是10的-7次方m at 25度 我在說的是25度 因為現在H2O分解的時候會出1比1的H正和OH負 H正的濃度是10的-7的時候 在25度 OH負的濃度 自然 都會是10的-7次方 但問題就是因為現在的溫度已經上升了 上升到50度 那你就想 當溫度上升會怎樣 溫度上升 即是Heat 就會多了 對不起我不用藍色 因為藍色很難看 溫度上升代表 Heat 是多了 Heat 多了就會favor Forward reaction 去consume 走一些Hitting OK 或者你不喜歡這個想法去想 你覺得這個想法很複雜 你可以用回你之前學過的東西就是 ingrease temperature ingrease temperature 是會favor endothermic reaction 這句話你一定聽過 ingrease temperature favor endothermic reaction 所以這個反應就會多了向右邊走 forward rate 就快過 backward rate 所以當你溫度增加的時候 溫度增加的時候 其實 H正 和 OH負的濃度 同時大家都會上升 所以 H正濃度還會不會是10的-7 就不會是 濃度因為上升了的關係 你就想 pH等於-h正 當H正的濃度上升 pH就會下跌 因為H正的濃度上升了 OH負的濃度都會跟著上升 因為大家 濃度應該是一樣的 所以 當溫度上升的時候 OH負的濃度就是 no longer 1乘10的-7 因為這次OH負的濃度增加了 所以第一個statement是錯的 我的第一個statement是錯 溫度增加 favor一個forward reaction OH負的濃度上升 所以 不再是原本的 25度的時候 10的-7次方 因為溫度已經上升了 所以第一個statement是錯的 pH of the sample is smaller than 7 這個是對的 為什麼是對的 因為現在 H正的濃度上升了 當H正的濃度上升 第二個statement 這個上面是第一個statement 當H正的濃度上升 當H正的濃度上升 因為溫度增加 favor endothermic forward reaction 快了 H正濃度上升 所以pH就會怎樣 H正濃度上升 pH就會下跌 我們可以用 pH等於 vlog H正 這個顏色 去思考 所以第二個statement是正確 pH 不再是7 pH 相反這次pH 可能會下跌 跌到6點多 或者5 都有可能 可以自己計算 DSE這條題目 沒有足夠的數據 給你計算 所以我又知道 小於7就OK pH現在是小於7 不再是等於7 溫度增加pH會下降 小於7 你可能會問 OH負濃度 都多了 不是應該 overall還會是neutral嗎 因為H正濃度又多了 OH負濃度又多了 pH不是應該不變嗎 但你記住 pH在量度什麼 pH在量度 concentration of H正 所以只要一旦 H正濃度改變 pH就會改變 我就不會理會你 是不是OH負 都同時增加了 總之H正改變 pH就改變 因為pH正在量度的東西 就是concentration of H正 所以第2個Statament 是對的 記住 第2個Statament pH 不是 equal to 7 是smaller than 7 到第3個了 The sample remains neutral 這個就很tricky 為什麼tricky呢 幫我思考一下 因為 現在你就說 pH是小於7 pH小於7 根據你之前學過的東西 是不是應該accedic pH小於7 應該是酸性 應該是酸性 第三個Statament 你就覺得有機會是錯了 因為pH小於7 一定是酸性的 你學過 pH等於7 neutral 大於7 alcoholic 小於7就是accedic 但是 這次這個Statament 剛剛呢 記住 第3個Statament 是正確的 因為其實 你學pH的時候 可能學得沒那麼好 或者 concept 學得沒那麼清 其實呢 什麼叫做neutral 或者不是neutral alcoholic accedic 原因的意思是 當 H正的濃度 如果 是大過 OH的濃度的時候 我們就會說 是accedic 當 H正的濃度 是等於 OH負的濃度的時候呢 我會說它是neutral的 solution 但是當 H正的濃度 是小過 OH負的濃度的話呢 我們就會說 是alcoholic 所以記住 一堆東西是酸 是neutral 是alcoholic 就不是純粹看pH 因為pH正是 讀H正的濃度 但是我們要決定 它是酸性 neutral 中性 還是alcoholic 簡性呢 是要看 OH的濃度 兩者互相比較 才去決定 究竟它是酸 中性 還是 簡性的 所以我們看回 現在是怎樣 因為現在呢 當溫度上升的時候 H正和OH負 同時是上升 to a same extent OK 他們是以同一個 的幅度去上升 譬如H正的濃度上升了a OH負的濃度就會上升了a 所以 在50度的時候 雖然pH會下降 但是不代表它現在是酸性 因為 雖然H正濃度上升了 但是 OH負濃度同時都上升了 而他們兩者上升的幅度是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符合 這三個情況是哪個情況 就是 第二個情況 H正濃度 和OH負的濃度是一樣 雖然pH下降 但是H正OH負 ingrease to the same extent 他們的濃度 所以這兩者的濃度是相同 所以我們就會說 雖然 整個溫度上升到50度 pH是小於7 但是 它依然都會是一個neutral的 solution 所以答案就會是 23 D 4 D 因為你們學pH的時候 純粹學過 pH大於7就是alkali 小於7就是酸性 等於7就是neutral 這個statement是何時才是對的呢 在25度的時候才是對的 在25度的時候 pH 等於7 就會是 neutral pH 大於7 就是alkali pH 小於7 就是acceding 這個statement是對的 不過是何時才是對的呢 一定要在25度的時候才是對的 但是當溫度改變 譬如變成50度的時候 這個statement就不對了 不再是7 7就不再是個臨界點來的 7不再是standard 這次呢 雖然 50度的時候 pH是會下跌 但是因為H正和OH負的濃度 increase to the same extent 它們的濃度是一樣 所以 overall 兩者等於的話 就會是一個neutral solution 所以記住 pH小於7 不代表一定是酸性 pH小於7 在25度才叫做酸性 但是 在高一點的溫度 pH小於7 都可以叫做一個neutral solution 所以這個位置大家要學會 考評局其實就是想考你這個位置 因為大家學pH的時候 這個概念可能學得不太好 或者學得一塊一塊 希望大家 看完這段影片之後 就明白這個道理 pH 和concentration 未必有直接的關係 小於7就不一定是acidic 大於7不一定是alcoholic 這個位置 希望大家 要學熟 知道 OK OK 所以33題的答案就是 D4.2和3 Only OK 這個題目 我們就講到 這裏